太陽花 黃金平 這就是太陽花太多 引清兵入關 搞掛馬上就搞掛國民黨 馬上就倒沒關係 國民黨是整個被年輕人偷襲 等等 但是你有證據說是黃金平 引清兵入關 引這些太陽花嗎 對 我們那時候馬上就最大的政策就是 胡馬虎 對 如果這個胡馬虎過去的話 現在台灣是比較不平的 韓國瑜出來喊說什麼北漂 對 不用韓國瑜 因為後來中共什麼會台多少政策 都完全在裡面 對 早早四年前就實施了 全世界所有的國家都在等 台灣跟大陸簽完後 因為大陸一直捏著說 我要先把好東西給台灣 台灣沒有過的話 你們這些人都不能過 可是對台灣人好就是 國民黨執政 就是馬上就執政好 對 那如果馬上就繼續好 國民黨對民黨不好 對啊 所以民黨跟台獨 跟王金平他們這一人 就搞這樣的打算 王金平不是國民黨的嗎 國民黨 問題他認為馬上就用 九夜戰爭的司法來卡他 對不對 所以 所以他恨 李登輝那時候主流跟非主流 對 他就引民進黨來 導管郝伯村嘛 對 他情況是一樣的 所以郝伯村才只好在國民大會 很卑微的 喊中華民國萬歲 你不記得那一路 記得 這個手法是一模一樣 所以王金平 為了恨馬英九 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利 我寧願傷害中華民國 傷害兩岸 然後傷害台灣人民的生活 我搞謊 你沒有 他出書為什麼要這樣講 王金平平年去年 對 明年去年 他民國三十年去年 對 對 對他來講 那我剛剛講 對 或是年輕人 在太陽花 以後就很平常 他英文 現在就非常討厭 他英文 我們在最前日上 中國人都出了一票 最討厭 就是蔡英文 那就討厭你平常看我爸 他們喜歡柯文哲跟韓國 那這兩個人 會不會顯不曉得 王金平現在 赤柔柔講 如果我出的太陽花 他要連出一票 這是非常清楚 那這些票如果過來的話 他在黨內出現 譬如說我舉最近的情況 前天晚上黃金平跟吳敦毅 跟韓國瑜當出外 這個要表示我要 我要韓國瑜 我地方實力很強 昨天晚上 王金平請八十多 那也是高雄的地方沒事 那當然他請的 每個人都會欠盡我 你掉錢啊 然後就 王金平說 我年輕人我不會這樣做 而且我只做一任 我做四年就夠了 這79歲做四年才83歲 還好 就是他其實這個就準備 所以這一次為什麼會講這個 他最主要 就是因為我要選擇 我要連續的一票 晚上八點鐘 因為打拳可以一起打拳